建委 建委 建筑行业 对 我就投建许 大家好 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 在樱桃斜街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幼儿园 遇到了在幼儿园做保洁的老哥 他呢 是从山西来的 以前的工作是建筑行业 咱们一起来听听 两份工作的待遇情况吧 您那个在这儿做保洁 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呀 我主要是爬玩具 打手玩具 公司的 比如说画画班了 舞蹈班了 我们主要是拐着 哦 那您这个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哎呦 我这不多 三千块钱 哦 用天天来吗 我天天来啊 哦 工作几个小时 八个点啊 八个小时 您是咱们当地北京的吗 不是啊 我是未来的 您是从哪过来的呀 上西哪啊 上西大 哦 大同过来的 那您是不是来找孩子来的 您的儿子 一切我们家在这儿 一切我们家那个看收拾来的 哦 我们收拾在这儿上 不是北京户口 哦 所以我们回到太原 哦 不是北京户口 对 但是家现在在太原呢 对 哦 那也是 哦 那您吃和住都是给提供了 对 免费 对 哎呀 那不错 哦 那能能挣这三千就是干挣了 不用再 少了岁时候没啥事 您今年多大事 看我多大 五十多了吧 六十六十多 五十多了 哎呦 都才五十八呀 我以为您六十了嘛 哈哈哈哈 那您在老家是做什么的 我这老家是干部 干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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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休了 没退 我体系留职 体系留职 哦 到这北京来是跟儿女过了 您在这儿给当他摊孩子 对 一起我们去接受孩子 后来您没走 他们走了 您在这儿 就在这儿来上班来了 哦 他们现在都在太远了 对 那您跟老伴在北京呢 我们老伴也在太远 也在太远了 哦 人在那边给开孙子嘛 就接了 就是给孙子做点饭了 嗯 哦 哦 哦 那挺好的哈 那您这挺心留职了 将来以后回去 对 我现在小回去上班也能算 哦 回去也能算 哦 您在那个 这么大岁数了 算算了 您在老家干部是什么单位 建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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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哦 建筑行业 对 我们就成建区 哦成建 哦成建 哦哦 您的那个工作也不错呀 不是吧 不是吧 上班 我跟我小哥的都去早处早到时候了 咱们回 嗯 是吧 嗯 没生意了 是是是 是是 那就等着到退休年龄 是吧 是 到退休就直接能办退休 然后享受退休待遇 哦 那您 像您这个工作 他们一般退休的能挣多少钱 我们那个大夫呢 国资计和北级的不一样 啊 四千 到五千 四五千块钱 是 那也可以了 知道您有这个工作呢 是 这个也是个保证 你坐着调 这家没事儿站 嘿 您说的真对 你坐着调 是吧 嗯 是 是 哦 仧 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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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